2012年全新一集的國善同學會 我是楊繼昌阿昌 我身邊兩位朋友 一位就是一行 我們常任嘉賓主持 另一位就是我們專門請上來聊聊天的嘉賓 在新一年中 一行你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嘉賓 未介紹之前 因為國善同學會 為何會找他出來 因為國善同學會 如果大家經過大陸 按按摩和按摩 大家也知道大陸有很多盲人按摩的地方 當然盲人和我們 或視像人士和我們 有不同的世界 他們的世界是怎樣的 國善同學會未必一單是關心中國 香港也可以說是中國一部分 今天我們找上Tony 他是香港失明人互联会中心的主任 他跟失明人、视像人士有关的话题 虽然Tony拿了一些道具 但我昨天跟Tony聊天 我讨论一些有趣的事情 可以比较一下广州的交通和香港 广州有些盲人搭巴士 可否介绍一下情况 以你的认知 介绍一下我也是国士同学会 其中一个好多年前的会员 成大的 那些常常参加我们的会员 主要在内地的活动 主要在内地的活动 我们都关心两地的比较 因为香港其实是很特殊的地方 香港很有钱 政府的财政资源也很足 但是广州或者大陆 深圳这些地方 我们有时都会跟他们的朋友 视像朋友交流 有时我们有什么新的设施 我们都会互通消息 做一些比较 即是琴流感有互通机制 琴流感很少 我们上次沙士的时候 没有什么失明人中招 我们都会互通机制 因为最近我们在香港一直都希望 巴士 公共巴士的设施做好些 其实这些是没有困难的 譬如说大家朋友都常见的 我们乘搭巴士的时候 就会有些报站 香港现在都开始有些报站系统 尤其是九龙巴士那边 什么叫报站系统 就是说你下一个站 下一个站是什么站 比如下一个站是炮台山 他会说出来 还有一个显示牌 就是车头 我觉得真的有趣 深圳很多年前已经有 香港近一两年才有 是的 周到后会在香港这方面 所以说这是一个两个 就是今天讲比较的一个地方 两个地方的比较 其实大家知道 深圳很早搭巴士都有 香港也是这十年 九巴士才有 但是香港那边巴士 还没有 那我们都讲了 就是港岛区的巴士没有 是的 就是OK 讲了十几年 先华答应 希望在2012年尾 今年年尾就开始推行 在香港巴士那边 所以我们觉得很奇怪 其实你觉得 无论比较财富 比较营商的能力 和赚钱的盈利 两地不得比 是的 但人家还可以做到这么先进 但是香港就是 现在巴士公司都是地产霸权 因为两间港岛的 新巴和九巴都是地产商 拥有的一些公司 但是应该是地产有钱 但是做这些 这么简单的 有钱不必有什么 经常玩什么企业良心 是的 香港说他们不教企业良心 这是我们的经历 十几年 讲了十几年 巴士现在都没有报站 在港岛区 那这个就真的 那个良心就真的 好像不太见到 那他为什么要 到现在呢 就是我们做了十几年 现在就是 新巴和城巴那边 才肯定 在2012年尾才做 他答应 还未见到 很普遍实行 那就是因为 专营权就快要到期了 2013 2013 就是要续专营权的时候 我们就说 如果我们有上个专营权 刚刚接手的时候 就跟你说 说到你专营权 尾也未有 即是那个专营权 十年 十几年的 一旦十几年 据你所知 其实内地 为什么相对上 对于 例如生命人士 甚至是残疾人士 是否在制度上 有什么不同 令到基本建设好些 因为我知道 例如内地 都有所谓的 管理残疾人士的福利 或者是代表的机构 就是残联 但我们也知道 都是党政结构 但就算是这样 表面上 他们的机制 是有什么 优越支持 令到他们的服务 可以对这些服务 你说的基础建设 是会好些 我觉得制度上 对香港的分别 就是说 香港太多是 公营和私营的分别 大陆来说 这些公营设施 多多少少 公营特质都很强 其实政府 政府和有关部门 就算你刚才所说的残联 给意见 都是给政府 你就是残联 和一些 地产商说话 就不用说 这个是有个很大的分别 但香港 就很重商 这个精神 所以你见巴士公司 很多 加价 这些属于公营服务 都是外判了 给私人 去做 私人 因为他现在 制度是魔鬼 就是说 最大利益化 他在最大利益化的考虑 就算他是有天使的心 他摆在他的位置 屁股 主宰露袋 他们在一毫子 都赚到尽 那个思维上 私营运作 就看到这个问题 你们考察内地主要是广州 还是广东省 广东省 广东省都有 因为我们上一集 就说到维权人士 陈光诚 他是 就是我们 陈光诚 如果我们突破到 就是打低标击的公安 或者是一些国安 就可以事实上 请他过来 那时候 因为他其中一项维权 就是几年前 就是在北京 地铁的维权 因为地铁的人 就说你表现不到 那个北京本地居民 那个残疾人士 那张证 就不给他 就是因为宪法规定 可以免费坐地铁 所以搞了上 就是把北京地铁公司 告了上法庭 就才说 原来全国人 去到首都北京 如果你是残疾人士 你也可以免费坐地铁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可能在政策上 制度上 是有这些基础 但是在执行上 很多时候的基层 我们都知道 中国的宪法 已经执行不到 所以你的观察 你会否在广州地区 是先进一些 还是有这样的情况 广州和深圳 我们主要看 就是在执法上 就比较先进一些 比你刚才你说的 北京的例子 因为就是去到 广州和深圳 我们就算香港的残疾人士 拿一张香港出的残疾证 他都可以接纳 他免费坐车 是的 在地铁上 我可能会再讲 盲眼 如果你看看 譬如说 广州的 除了说 有 报站系统之外 还有什么 可以方便到 盲人去乘巴士 坐地铁 大家都知道 其实地铁肯定有报站 下一站是什么 也有一定的 standard的引路径 还有忙门 不会有万人跌到地铁 这些情况 但就是 广州搭巴士 除了一个报站 除了一个报站 之外 最近我们和他们交流 和他们都说了一种 比较先进的安排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 香港的 生命人要搭巴士 如果你去到巴士站 他有很多个巴士 他喜欢搭1号A的话 他就要胸口拿个牌 尤其是有时 不是凡旺时间 他胸口拿个牌 就写1号A 这么大大 巴士司机见到他 就会说 老友上车了 其实这个安排就很落后 广州 在2008年 2009年的时候 做了一个改变 其实很简单 就是失明的朋友 他可以拿到一个接收器 是 他要搭巴士 他来到那个站的时候 他那个接收器就会说 是 因为 是 是 科技其实很简单 因为现在大家在说 GPS 就是 接收器和外线 这些都够了 都不需要去到GPS 就是在车头安装发射器 哦 好 他够了 很多时候 他就会知道 哦 那架车 是 是 是 他应该对他的 他就会去上海 但是 你所知道接收器 还是要另外做的 还是手机可以做到 接收器 他是另外做的 那当然 如果是科技 如果是慢慢去发展 其实可以在手机里 因为有很多这些科技 今时今日 但是他做的成本 应该不是很高 不是很高 那他就 我记得他 他的原理很简单 是啊 他的原理很简单 只不过就说 铁张困 你也是 别人肯去融入 就是融入社会 肯去做这些安排 其实巴士也不需要改装 是吧 他只是车头上 做一个很小件的 他上次都给我看 这么小件 放在车头那里 车到了的时候 反而有个接收器 他其实就不会显示 知道公众 不会一架车同时 一号A 二号A 三号A的时候 哒哒哒哒哒哒 那些公众 不是confused 那个失明人的事 他有个接收器 当时我们也聘了他来 他也来到 把这个科技也介绍给 运输署 大概是两三个 即是你聘了一位广州的朋友 是吧 就估计给运输署 是的 拿着那部机 那个仪器 给运输署的朋友 去了解 那又怎样呢 始终运输署 是迫不到 巴士公司做事的 尤其是 我们往年 我们跟了十年 跟巴士 和运输署 政府部门 去跟进 反而问题 就是巴士公司 什么都不肯做 他拿来说数 你政府给 你什么都政府 政府你给 你什么都政府 政府要给 我们才做 政府要给 我们觉得这样 今时今日就不行 因为巴士公司 每年都赚 几亿几亿的盈利 所以现在我们的时刻 唯有是2013至2016 就是巴士尊认权 去逐约的时候 希望现在给更多声音 因为你说真的 过了尊认权 你现在不是尊认权之性 又过了又有神仙 十几年 两战之性很明显 所以就说 香港就是 我总结这个说法 内地财富是没有的 他是没有资源 但是他有些程度上 他是有心 香港呢 就有很多资源 但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没有心 基本上他觉得 巴士公司 他们的盈利 都主要针对着 一般的乘客 残疾人士 占香港只是5% 他觉得 他不是很欢迎 你们去乘巴士 因为你知道 轮椅上车 会阻慢他上车路 他根本就不很欢迎 所以不会主动去做 但是说到一个相关 你说了轮椅 有些东西又不可以 因为香港不够好 譬如我在内地 我不觉得巴士 可以让轮椅上车路 应该不行 但是这方面 虽然有做多 但是以你的认知 香港他订阅这些巴士 他是不是很受到社会 各界的舆轮压力 他才订阅这些巴士 因为香港通常的巴士 都是买欧洲的 是不是 现在别人的国家 已经有这些东西了 你买新的巴士 至义不如买 以你熟不熟 另外那个节目 没有什么尖前顧后的 巴士迷更熟 以你所知 有个台可以给你上轮椅 以你所知 你知不知道 那个情况 其实也是我们的团体 这么多年来的压力 就是说 即是你两份去都争 也有份说 即是成功争取 我们从来也不是成功争取 我们就是 刚才答你的问题 其实就是说 巴士都有很多种 现在就是 尽量都是 一换巴士 他跟运输处有个承诺 这个就是 一换巴士 他就会用了那些新的叫金巴 即是那些低地台巴士 让轮椅可以 因为你讲 因为香港始终是有 有 主要就是说 他们都不是说 就是完全是很心去听你的话 其实香港就有平机会 那如果你是公众服务里面 你的巴士是好像大陆那样 是令到其中一部分的公众 是使用不到 那这个就不是公众服务 就不是公共服务 那平机那个条例 那个残疾歧视的条例 就可以告他 那其实他也是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其实是 私刑的 不要只相信私刑机构 衍生那种企业社会责任 就会做到那些事情 其实是很多时候 要看公刑管理者的要求 和法例 如果法例是没有的话 所以我刚才跟你讲 我都不敢说成功争取 哇 又挂了Banner 成功争取 其实这些不是的 人家也是怕 有些这样的 举头三石有神灵 那些法例的监控 我又举了例子 如果刚才我们说的 拿着仪器 去报告到站 如果我可以用相关法 来告他 如果我是一个盲眼的人 喂 为什么一辆车来到 不可以让我知道 那辆车是多少号来 这是一个招数 这是一个方法 但是有都很难告 有都不容易告 当然多管齐下 舆论有压力 他逼他这样做 转约期 是否可以逼他政府 加某些条款 如果都是不行 我们威胁他 我们会司法复下 或是否告你 控告你 平机会 完全是有机会的 除了交通 这个很明显 你需要协助之外 其他生活方面 我想理解 因为我中学 十几年前 我去那个 不知道是不是和你们友好 我去那个 叫香港失明人士协讯会 他的地址在 观塘泳池那边 那时候 帮手是 负责 例如 录音 读报纸 甚至有时 读电视目标 那时还会有六厘 卡组带 原来我去做义工的时候 帮各位新型人士 中学的时候 总会有 那时他要读书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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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整本 例如那本书 那本书 那本书 刚刚才有 scan 然后再收拾一些字 很大的工程 这些方面 现在过了十几年 首先我想问一下 科技这类型 就是他们日常生活里面 对读书 尤其是接收资讯方面 这些科技是否进步了 第二就是 这些 政府上 其实十几年前 都 亦是 辅助 或者协助 都是这样 或者是有些地方 是进步了 这个问题 我先说 我见到大陆的情况 阿通 来说香港的情况 因为我昨天上网 有些人是专门拍摄一些不同的 人生八带 其中他去了一个盲人 盲人 盲人 不知他是记者还是什么人 总之他写的东西挺有趣 他拍到有位女士 他拿着手机 以为要打电话 谁知不是 原来那位女士的手机 可以把SMS 专门的声音 听别人的发短信 这方面 他又找了另一个男士 你又拿着手机 做什么 他说 我看书 你是不是失明 他说 你看什么书 其实很简单 你要手机可以读字 他说 我按键 他便会在说话 你看什么书 我现在看什么 《钢市》 自己要练成钉 这些书 我不知香港是怎样 但大陆就是 我估计相对来说 都是挺容易 挺普遍的 现在科技要手机 什么都做 以香港的案子 香港的案子 现在要读书 要看资料 要靠录音 那情况 现在应该解决了 所以就是 科技是进步 现在有几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 就是电脑的发声 电脑很重要 因为资讯科技 电脑有发声的毒评元件 有几个 可以将你电脑的封锁 放在哪里 其实他就读了资料 现在变成 电脑 本身可以看到很多 即是你那些 雜誌 那些 报纸 那些报章上的东西 这是电脑上的东西 第二个东西 就是 有些就是 现在我们看新闻 好像有WICE News 大家可以即时看到报纸 WICE News是上网的 他其实有些电话 就是将这些 刚才你说的科技 就是Test to Audio 就是用文字 变成声音档 那科技 他打电话 打过电话 就可以 按一就是东方 按二就是苹果 按了苹果 按了苹果之后 社评 经济 娱乐 按按按键 他就可以用电话 去听到 但 那个电话号码 是不是不是人都知道 如果是人都知道 那不就 你要进入Password 因为他怕被人濫用 所以就是要进入某些 会员的编号 即是会员的编号 第二 因为 我们知道 有些视像 但一个全万人的人 他要进入的都不难 不难 因为电话 那个就是 电话的键盘 那个Pack 是紧了 我们会提供一些训练 给一些 刚刚后天生命的朋友 其实 其中的训练课程 就会教他 就是按那个P-Pack 就发现 其实很容易上手 因为我们 我们很多 我们平时都会慢慢按 这些键盘 熟了的时候 都不需要怎么看 像你打字 你都不需要看键盘 因为你熟了 不用 其实 都是十个号码 十个号码 它的位置一定 一定 而且 你留意电话键盘 现在设计 多了一件事 就是五字 即是中间的五字 是有一点 凸了出来的 即是一般的家庭电话 很多时候的软字 会变得出来的 是的 一般都会这样 所以它有这一点 它就可以 左就是四 右就是六 右就是六 上就是什么 下就是什么 其实可以用这个 打电话键 每个入门 这个都不是 但我有一点有趣 就是 那些盲人寄信号 他自己寄到 我寄到 即是 你问现在 我们几十个信号 现在应该是家裡的信号 入屋 上联系 几十个 我现在是记不到的 其实都因为不是打闪 即是记得的 这个就是个心 讲个心 当然 如果我们设计 大家都没心的话 那就会令到 好像我们 Yahoo的帳戈 也是这个 Password 家里的电脑 几十个 Password 其实就等于Password 没有用 我们的设计 相对会考虑到 免得被失明人寄這麼多個號碼 就是用身份證 身份證是unique的 身份證的英文字母後面那幾個字 即是那幾個號碼打下去 真是身份證或是不能讓人知道 所以那個什麼泛民初算 大家想清楚 你拿身份證真的有iPad給人 誰知道 身份證是很重要的東西 而且身份證就不會被你臭老水 不會是你記不到的 很難怪 因為要去很多社會的設施 尤其是殘聚人士 可能更加特別需要有身份證 是的 但其實我剛才看到你們的年度 有說到接觸資訊上 我很好奇 因為我看到很多活動 除了一些刊落活動之外 有一個是 我馬上就看到 我們的節目 因為一向都是討論的 是殘質人 人士權利和政制發展 是這些 一看我們就看得很清楚 其實 我反而有興趣 其實我們感覺上 即是 受說我們這些特首候選人 參選人 關固弱勢也好 很少可說到 除了我們有一個平基會之外 有些很具體的政策是怎樣的 但反而 其實一些生命的人士 他們自己關不關心 因為我明白 我以前做過一些義工 都知道 因為我們平時說 所有的感官或感覺 視力是佔我們七成的 我看過這個說法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沒有了視力的時候 我們其實平時生活 是有花很多的時間 去重新整理一些資訊 所以就算他們去管理自己生活 都花了這麼多精神的時候 首先我第一個想問的就是 你們是主動去推動 叫生命人士去參加多些政制 或者時事的討論 還是他們自己都覺得有這樣的需要 寧願可以更加花一些心機 或者精力 是額外地去提出一些參與的要求 或者是想法 其實我們的會員裡面 他們都是很清楚的 他們是自己主動的 因為我們始終是 我們是一個叫做自作組織 當時有創過會 就是因為盲人工潮 而一班熱心的失明人士被剝削 大家就一起創過會 其實都是以一個權利 權益為一個基本的 即是都是一個維權機構 是一個爭取權益的機構 失明人士會 但我們現在都39年 即是接下來都快要40年的歷史 我們這個傳統都一直在 我們這班朋友 怎樣看呢 就覺得其實生活的困難 是每天都有的 但我們都不難 我們都不難 看到現在的診責人士 讀書有很多困難 融合教育很多東西 配送不到 就業更加大困難 有百分之八十七的失業 百分之八十七的拆責人士是失業的 在社會設施 在這裏的環境 在這裏沒有 在那裏沒有 在供應地方便有 在私營地方便沒有 在供應地方便沒有 在供應地方有問題便多 不知道找哪個部門去處理 在這些生活上的經歷 生活的困難 就和其實政制是息息相關的 你不要覺得他們 你先顧好飲食 顧好生活 其實不是的 所有的政策 有沒有公共服務 這些全部和政制有直接的關係 這一點我們是很清楚的 所以你剛才說到特首候選人等等 其實我們未來會約他們 陳陣寺約他們出來談 現在只有唐英年拒絕 直接拒絕 沒時間見你們 可能他已經覺得自己當選了 其他候選人包括梁振英 都是願意和我們談 我們覺得這個機會重要 因為我們將那個 你越是世界團體 你越是要將自己的那種需要 說出來 因為你那些困難 不說出來 不去做出一些訴求 是大家公眾不知道的 有時候我們都是 整個社會和政制 我們的生活和政制 是很有關係 而且現在是一個多元社會 每一個群組的聲音都是重要 我們都最少覺得 在政治上 在體制上 我們需要的聲音要被聽到 很多公眾不知如何支持你 因為不知你的需要是甚麼 但當我們的需要說出來之後 他們公眾會贏得很多公眾的支持 社會才會改變 如果我們反而在看照顧上的事情 他自己每天的家居生活的事情 其實就是我們會自我萎縮 即是大家會每天都有很多的困難 但大家如果是沒有去一個社會上 去爭取一些聲音 爭取一些為止 爭取一些支持 我們要面對的困難 就只要越來越大 很簡單 剛才我們也說到 你要巴士報站也差10年 對 如果你不做 就肯定不要 你不出去爭取一定不要 但你出去爭取 雖然爭取十年也未有 但怎樣也有機會 可以改變一下 如果說一些生活上的事情 我們不如 阿通來有些道具 讓大家可以 我們普通的人士 我們覺得 喂 拿一張一百元買的很簡單 阿通來可以介紹 原來盲人會遇到什麼呢 他是不是會分不到呢 現在就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你們幾個年來的人 我就是七十年來的人 我們以前 十元 以前十元 還大於一百元 青蟹 現在社會改變了 現在一百元也是這麼小 其實那些銀子的尺寸 其實都是差不多 最危險的就是二十元和五十元 因為二十元和五十元 是經常失明人士 經常使用錯錢的 現在使用銀子 因為 因為時障銀子 就是不會說 一下子很少 一下子就慢了 他們都有些弱視 那你 就是藍藍的 和青青的 其實那個顏色 從弱視看下去 是分不到的 他不是看這些的 他是認識的 和認尺寸的 變成 我有時會認錯 所以就說 我們就經我們一輪爭取 跟金管局談 就說 你真的要想一些方法出來 幫一些生命人辨別智 尤其是怎樣呢 你不可以相信生命人 從小到大 你都適應了 其實現在不是的 現在就是反而 你後天失明的 就是 人數佔很多 就是說 很多病 都市病 都市病 有些糖尿病引起 有些是遺傳因素 那些人在中年的時候 突然之間失明 那他要重新適應 那你連打電話 分別錢 都經常幫不到他的話 他其實就很辛苦 但是我們就經過 我們這個是一個例子 我們跟金管局談 我們是2008年跟他談 那他現在在2010年 就開始做出一些新的 新的銀子出了 就有些新的措施 令到現在的新的銀子 大家先按一下 按一下 現在出的新的銀子 現在100元 20元都會循新出過 就是 大家過年收到利是 就可以 這幾張還沒有 這幾張還沒有 下面有點字 還有就是點字的 這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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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新的銀子 對 新的銀子有分別 你看到 在這裏 是有點字的 看到嗎 對 還有這個 這個銀碼 他應我們要求 這個銀碼 上面這個銀碼 上面這個銀碼 有要求 是的 我們跟他開會 這個銀碼大了些 還有最方便 因為很多弱視的人士 很多視像的人士 是不懂得 是不懂得點字的 你看到 所以在旁邊這裏 是有幾 有脫麻醬 是脫麻醬 一棟棟 如果500元 就是幾個棟 就是4棟 那相位100元就是3棟 為何500元要4棟 200元之後就是500元 是的 20元就是一棟 兩棟 那一棟都沒有呢 一棟都沒有就是10元 是的 然後如果1000元的話 1000元的話 就是 1000元的話 就是一勒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 不會分棟的 一勒全部都是 一勒 所以這個安排 就會令到 就是那個 就是看到有些心思 也都令到 那些陳特人士 就是視障的人士 多些不會花錯錢 但是OK 那就是 我們知道 不是市面全面都是新人士 都會出新人士 都會出新人士 都會新交替 如果未出之前 就有這件道具 Apple 麻煩你 這個道具就是這樣 我剛才想要說 就是陳特人士 那個設施 就是很重要 就是看你安排的心思 這個安排是奧地利做的 金管局就在奧地利買專利 回來做港幣的變形 其實大家看到 就是 有 有 有 看到這個 就是 看到這個 就是 一千元 一百元 用不同的套 阿昌你看到 用不同的套 是表示的 我們 現在示範一下 一百 我們現在示範一下 十元 十元 大家怎麼用呢 就是 拿一張東西夾下去 是 夾下去 這個剛剛有個 挺好的 有個手指公位 就是 等你 那些暗子如果夾不齊 就這樣 就接過來 是 大家見到 是 我呢 摸到一點 我摸到一個原點 那就是十元 是 是 我們一百元 就是 夾下去 又是這個手指公位 這個手指公位 夾緊 就是 接過來 我摸到 我摸到 就是一個方格 一個長方形 這個長方形 有條開線給我摸過來 就是一百元 這個就是這一面的設計 是 給 一些 不懂點字的視像 使用 就是老人家那些 都用得 但是另外 照著 我用點字的話 我就摸過來這邊 哦 這邊 就有些點字 一百元 在這裡 一百元的點字 是 有時候老人家 他不夠眼 都可以用 對 沒錯 其實 現在都是很共用的 很多安排 如果 你所有的安排 都是以一班最需要的人去想 就肯定沒有差 肯定會幫到很多不同的人 但是 我又請教這個問題 如果我是一個視像人士 或者全盲眼人士 我如何獲得 我這個很簡單 你如果要 就打電話去金管局 那裏殺趣 便有 是免費的 是免費的 或者是打電話 任何一個視像機構 去殺趣 我們都會派 即那個資金是金管局 金管局 給了錢 所以他今次 做了這個視規 有多少支 他是說 都足夠 所有香港的視像人士 要的 這個就肯定 即他不會理我 是不是視像人士 我打他他會給我的 他是先給視像人士 是先給視像人士 視像人士是否有張視像卡 有殘疾卡 還有有時候通過我們會 如果有興趣的公眾 想看看 還拿一個做紀念 你可以打電話來 我們會 23435363 我們可以考慮一下 寄回一個給大家做紀念 剛才說到的統計數字 其實你說香港人 有沒有統計數字 是視像人士 有的 現在就是 現在就是 首先說 後天失明的多了 先天失明 由小時候 因為發高燒 麻疹等等 引致到失明 後天 那些人 叫我們先天 小時候失明 現在越來越少 因為科技窗名 醫學 改善了 但後天都是都市病 例如青江眼 黃斑點病變 膳膜色素病變 膳膜膜貼 這些就是後天的病 反而多了 所以10年前 1998年 有個統計 就是7萬3千 視像人士 香港 視像人士 就是100個人 裏面有一個 就是7萬 7萬3千9百幾個 視像人士 但是 2008年 12月 出了個統計 48日報告書 有12萬2千6百 增幅 這十年間 是不會因為科技的改善 而少了一萬 少了視像病 是因為都市白發 令人多了感染疾病 沒錯 所以這個數字 都增加了六成三 所以其實很驚人 所以我們 很生意 不是 我們絕對不想 太多生意 我說笑 但是你這麼多人口 你之前有沒有收到投訴 你拿了視像人士的地址來中票 不知道 這個就沒有收到 不如說一點 如果是投票 剛才說到政制的問題 其實之前來區議會選的投票 我改票站 我不是見到太多便於投票 例如選票上面那些東西 其實都是好像沒有什麼 現在有少少的 那個做法就是 我們要把選票 扔到一個印嗎 有一個類似的 一個夾仔 你把選票夾下去 有一個洞 就是一號 另一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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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四號 就是在票站我需要 可以索取這個道具 沒錯 可以索取 然後夾下去 然後在那個洞 你一號就按第一個洞 然後第一個洞 就吸進去 還有一份就是點字的表格 不過我們派人去巡視 都是一些票站 票站也不懂 因為你知道票站很多都是 都是臨時請媽媽 他那個B匯做得不太清楚 很多人有視像 有時候去到 問他拿過那張卡 他就說拿不到 他拿不到的做法就是 幫你填 其實你也知道 投票這家東西就是 不應該被別人自動的投票 對 自己是可以自動不自動去選擇 最好 那時間不是很多 說到另一件道具 那這件道具是 那我講一講 因為其實這個也是我們很重要的 這裏有張表格 對 這張表格 大家孫一孫一孫一孫 這一張好像圍棋的棋盤 這樣就好像圍棋的棋盤 這樣就 看到很多個格子 中間一個表 這一張東西是要來做什麼呢 就是 大家孫一孫很清楚 對 好像圍棋表格 這樣 中間一點 那不是圍棋的 因為現在我剛才說 就是很多後天的眼病 其中一個老人家普遍有的 就是黃斑點病變 很多老人家以為 其實假象 就以為自己 那個什麼加深了 以為自己的老花加深了 其實就是那種病變 老人家會好時出現 而這種病變很危險 一隻眼出現之後 很快 另一隻眼都會出現 所以就是這個表怎樣用呢 就是說 你用這個表 你把視力 就是 你把這個表擺在 一個三十厘米的位置 就是遠一點 擺在自己三十厘米的位置 那就是遮住一隻眼 不需要脫眼鏡 你戴眼鏡 戴眼鏡 遮住一隻眼 接著就是中間 注視中間這一點 嗯 你注視了中間這一點 之後 再 再 再看看周邊的格子 有沒有位置要注視多久呢 你注視到focus位置 那你 看著周邊的格子 那就是看看周邊的格子 和格線 有沒有些軟 有沒有些花 是要很認真的 嗯 就 有沒有些軟 有沒有些花 如果有的話 就真的要看醫生檢查 因為可能 那個黃斑店 就會出現 另外就是要 看完一隻之後 就換另一隻 但這個表是有用的 給老人家 就是回家 自己可以 如果老花覺得自己加深了的話 可以觸摸檢查 其實我心想問 是不是老人家 可能年輕人也有 可能有 沒錯 但老人家多些 這種黃斑點病 但是 就是有些 遺傳因素 我們有些 有些會員 就是三十幾歲 都有很嚴重的黃斑點病 就是我的年齡 其實這張卡 其實這張卡 基本上 索水又可以 或者電腦打印都可以 其實我自己編一張都可以 最好就是拿一張 正常的卡 因為電腦偏印 本身可能會打歪了 哦 那張紙 你放得不好 就會歪了 我又喜歡問你問題 這個是白內障 專科翁生 如果有人要索水 這個卡 那怎麼索水呢 還是打電話去貴會 是的 打電話來我們會 我們其實會定期 我們會 因為現在 事關這麼多人口增加 是的 我們都想 我們定期去那些女人中心 還有 去做一些 工作教育的工作方 那 就讓那些人 讓那些朋友也 嘔吐到 原來是 有這種的病 那 要小心留意 即是教育 即是跟那些什麼 議員合作 不一定 就是射齋餅 拍一些病人 都是一個好的 技術 是的 他有些 老人家多的地方 即是 就算去學校 去講一下 都幫到人 我一次去學校 公眾教育的時候 就 真的有個 中七學生 嗯 即是他在那 拿你做隔 真的要歪 他發現跳 即是發現 整個隔 是跳 哇 老實說 我剛才看一看 我也有少少 你認真 我真的 養一下養一下 有少少的感覺 這個有點不正常 所以 你如果發現 看這個隔 可以檢定你 找你的家庭醫生 不是 你直接去 你直接去 不是去我們會 你直接去 打一些電話 譬如說 你要去看眼科醫生 任何一個眼科醫生都可以 是做眼科的檢查 即是去什麼白內獎 專科醫生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不過這個其中一間 即是有很多 所有眼科的專科醫生 都可以做到 就是眼底檢查 就不要去時光中心 不要去檢驗那個度數 它的度數看不到眼米 那隻檢查是要這樣的 是要用藥水滴了 放大了個瞳孔 放大了15分鐘之後 醫生再用鏡照你的眼科 我驗過 所以要留意一下 因為視障的病 有幾種高危 第一就是有同療病的朋友 家人同療病的朋友 即是同療病歷史的朋友 第二就是 心近視 即阿昌這些 心近視 即是七八度以上 都是視障病變的一種高危 今天很感謝Tony 說了很多有關視障的問題 我想總結的問題就是 中國現在都市化 越來越厲害 越來越高 以Tony所說 香港為來很多都市化 多了別人會有視障的問題 即可以投射到中國 即可能未來會越來越多 這方面的問題 當然我們不會希望Tony 類似這樣的組織 會越來越好生意 但如果社會有這樣的需要 很需要這些機構去幫助這些人士 令我們整個社會可以共融 即是真的和諧 即是大家可以在社會 一起去生活 今天就多謝Tony 和阿昌 我們下個禮拜再回來 下個禮拜講台灣大選 開票 下個禮拜見 拜拜